欢迎来到8月17号,星期三的配星企划 今天市场升了一点点,不太好 但你看到之前说的这款 稀石电车身材6128升了三成半 你看到另一款是长飞光纤 这款是长线一点的 也创了新高 而这款汇营企业,这一段时间我都说了 其实你看到近期都说了一些比较旧的 另一款比较旧的就是施折环球330 这款亦比较旧的 这款亦比较旧的 而且这款中船荒母上升了5% 我之前说过,有些人都问这款中航科工 你会看到大家都是军工股 但就不是一起抄 所以你会看到走势好和走势差是有分别的 这款是7元起步 现在升到8.5元 这款是4.5元回落 但是为什么在过程中会比较好呢? 有时你这些东西跟药业固一样 没得看什么基本面 只有内里的人才知道 所以你有时不能够不信那些技术分析 当然我比较喜欢两边都有 即是代表着 你有基本也有技术分析 即是两样东西都是好的时候 那就会安心一点 欢迎大家回到配升企画这个频道 如果大家也喜欢投资配升企画的话 记得订阅 请点赞和按一下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 这个影片就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需要加以评估 并且承担所有风险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记得加回下面的三条link 就是Facebook IG 和Scan QR Code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Telegram 方便抽通 如果大家都想这个频道继续发展的话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即是Q&A 或者是Buy Me Coffee 就是一次性的捐款 或者是按下方的Thank you 也可以 回到大市 你看到市场就没什么特别了 都是一样是 就是 悶悶悶悶跌下去 现在是看看美股那边 是不是真的还有一升 其实你现在看到 暂时来说 升势没那么厉害 昨天都曾经 大跌过下去 那恒生科技指数呢 真是最值得看就是 就不是指数 最值得看就是美团 那美团呢 其实 昨天呢 这个昨天呢 就看到是跌了9% 那今天呢 就升回上来 那我说过呢 就是说最关键呢 就是 175 那其实呢 这里升上175 就10%都不用 就已经 去到 去到 175的了 那但是呢 你现在看到呢 其实 就 剩下两日交易日 如果你用一个星期去看的话 那它呢 就是升到173呢 就已经跌回去 那所以可能呢 真的呢 去到 就是173 这些呢 就真的呢 看到那个 阻力啊 就是你见到呢 被这条这样的线呢 174 就已经顶住了 就是今早叫做 打一弹上去之后呢 就已经不行了 那你见到之前呢 其实很稳的 就是一碰到呢 就要急急地 就这样弹回上去 那但是今次就不行了 那似乎呢 其实就应该 照看这图呢 就应该就不行了 就应该 它只会 上了来一会儿 再拆回去而已 那所以 美团现在呢 可能都是 不值得骂住的 那 那 当时值得骂呢 除非见到它 懂得彈 那就值得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 除了腾讯 腾讯呢 腾讯 升不回上去 3 2 1 那你见到其实 这个只不过日线图 就是你见到 它连十天线都 其实都不太守得住 就是302 那今天呢 就是303 这支腾讯 而阿里巴巴呢 亦都是去到 就是 已经见不回100 的了 那他呢 就直接 就是 在 10天线以下 就是 91 以下 那 所以呢 其实呢 这三支呢 的确 就应该 继续拖低 恒生科技指数 和恒指 所以呢 现在 其实呢 那些指数是不用看的 那我们看回呢 那我们看回呢 刚才 一开波说的 六百六九 就是长飞光纤 那其实长飞光纤 就升得很厉害了 那其实还有一支 大支 就是有些关系呢 就是这支 呃 早两年 炒得 就是 说到 毛迪 又说 要 长期收息的公司 那 就 又说 只有他一间 那 那现在呢 就沉沦了下去之后呢 现在就看看他 究竟 升不升得上来 那 七八八呢 现在呢 其实呢 好看他 升不立刻穿 那一元 那现在是刚好呢 升穿了 一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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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看他刚好呢 就 上回来 那 如果你 看回这个 日线图呢 他刚好呢 上回来这个 这个 紧紧 上回来这个 月线图的二十天线 那 那 那 可以 啊 到最后也可以 跌进去的 那 那 現在 你在看他 既然 他 即 六百六九的 那些做得不好呢 即 即是 就要想一下 会不会 导致这个 这个 中国铁塔呢 都会做好一点 那 那 那 另一只呢 就是 除了 相当之外 另一只呢 就是 這隻2121 這個創新旗幟是一個挺有名的人做主席 那個叫做李元開還是什麼 看一看 你開伏 這個圖其實就不太明顯 周線圖似乎都僅僅是19元 看它最好沒有穿了19元 如果它做得到好的話 我覺得科技股裡面除了9878之外 最好都是創新旗幟 那如果你當電動車好的話 即是你不要計算給阿迪的話 那就是2015 都依然是不錯的 試一下看看 當然它沒有組牌那麼高 但是它叫做 守得住20天線 所以我覺得是 這個理想汽車依然都OK 那講開新能源 就不能夠不提這隻ETF 那你見到現在已經去到148元 那它又未創這個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就是169 而它那個圖已經彈上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 我覺得長線都OK 因為你比買死一隻 即是如果你不是很大膽的 你突然買一些不知 你想一下保利協鑫和協鑫 協鑫 協合新能源 即451 其實就很大分別 所以 如果你不會選擇股的話 我寧願你買回ETF 即是這個協鑫新能源 就有分別 另一個就是810 810 早前有一天 是曾經 好像想塌上 那樣的 看看它可不可以延續 以前 過往 那個聲勢 真的很激烈地上升 那 你見到日線圖 如果用一個月去看 它是曾經跌下去 很激的 即是你預了 如果你閉上眼 其實就 現在呢 再看回 它依然在20天線上高 但是 你如果天天看的話 就變了 呃 變了 是突然間 你這裏 從4元回到2元 每一半 的 所以 我有時候有些股 為什麼會說 就是 會好像有些 什麼都好像長差 那樣的 其實我覺得 寧願你放了之後 它真的升了一倍 你扔回來 拿回一些錢 變好過這樣 看著 這樣你很容易 讓它 叫震走 也好 什麼都好 因為其實 我覺得這些股 就是你 如果真的有心跌 其實你都幾難避 就是你見到 之前 那些叫 啊 即是直華控股 那些都是 突然間一跌跌 很多的話 其實你怎麼可以避 雖然說是 設止蝕架 因為有時候 我猜 那些股 就算設了止蝕架 那些股票 都不一定 那些股票 所以這些股票 很多時候 會說 要是你就完全沒有買 買了就變了 長 要不然 你其實很難 升一太多 如果你只是 每日 除非你每次 買到 都升三成而已 還要短時間 就是你沒有很少 很少這麼神奇 那你 另一隻呢 就是元亨然氣 元亨然氣 今天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他的圖 真的很好 而且今天的成交 就突然間有一下 一跌下去 就已經 八百幾萬 壓的 成交 其實以他來說 是比較少見 所以我覺得 大家看看他 會不會 一直都會 做好 即是你看到 現在他跌到 二十天線 就已經 彈上來了 你看看他會不會 上去當年的高位 再高一點 就看 誇張 只不過現在 好的話 就可以先 保留 那今天 另一隻想說 其實就是 一會兒都會 再說一下 就是 1070 1070 就是 TCL 在PATREON上有人問 究竟 他還有沒有升 讓我再看一次 他的問題 先 他 因為我 在 Watchlist 那裡 就 一早 扔了出來 今天那個 就是PATREON 已經扔了出來 他看了之後 就說 還有一段時間 那 現在呢 我也是 說一說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他 其實就 叫做剛剛做好的 就是 你 用 寶力加通道看 比較容易 你看到 其實他剛剛 就先的升 20天線 如果你說 以往 機械式的說 的確 應該要 保留著升 但是 因為 的確他有可能 現在升完之後 就已經 就 立刻 在這個月內 下降低過4.5 那就是 會繼續 滾下去 但是 等到 整個月之後才知道 那我就覺得 如果 現在去看 我覺得 他是最終 都會長期升 的 就是 還保持著 一升 那首先 就是 第一 他那個 線率就不是太高 第二 其實 TCL 以往 如果 炒出電器股 他 是比較少 出現 這樣的 升法 其實 他升了7% 已經 拍攏 手掌 而這樣 升了1.7% 其實是非常 少見 那 你試試看 下次再 大大力 大家說 要炒電器股 的時候 他一定是 比 那些 921 還有另一隻 就是 甚至乎 951 以往 751 是比較 還有 921 就 升得比較快些 所以難得 1070 竟然 可以升成 一成幾 那我覺得 雖然未確定也好 我覺得 就 比較大機會 之後都還會升 那當然 我今天看這個討論區 就有人說 這個新聞 就是幾個月前 說 中國電器 中國電視機 在日本市場 人氣上升 就說 其實主要是說 TCR排第一 就說 因為 以往 日本以前 那個銷售 或者比較少 做一些 小型的電視 電視 所以 這個空位 就留給 中國企業 去做了 因為 這些 比較低盈利 但是 很多人 貪它便宜一點 所以 現在的銷售 那個暢銷款 就由以前的 就是 你當4萬 就是4千元 那 4千元以前 就比較少些人買的 但是 現在4千元 樓下 比較多些人買的 所以 銷售額 就比較高些 還有呢 TCR 在中國那裏 嗯 其實呢 它呢 雖然不是排第一 排第一 就是海信 就是剛才說的 921 就是 921 之前炒得比較瘋 那 所以呢 其實 你看到 海信 加電 或者是 其他電器股 都升得不太高 我覺得就不差些什麼 加電下鄉 應該是TCL自己 是有些特別的事情要發生 而呢 你看到 你看到 TCL 其實就不是排第一 也不是排第二 也不是排第三 但是 也不差 因為始終 大陸這麼大 你排第三 也不少 那 它說 這款電視也好 以前都排第二 所以 其實 也不差 但是 這個原因 我覺得 其實就 不多次 就是 因為這些 一來就不是新的新聞 就是 這些 六月那時候 已經有 這個可能更加舊 這個是 三月那時候 已經有 那 變了 就不是那些新聞 可能之後 你才知道 TCL究竟 竟在什麼地方 現在就不知道 所以 剛才那個問題 就問 這個 這個 TCL 究竟 值不值得去 會不會再升呢 那我的結論就是 如果憑它這樣 就應該是會再升 就是會繼續上升 那 另一個問題 就是 就問 這個822 這個加稅 有人問 就 因為今早 我忘記回答 就是 他說 是不是走勢差 究竟 就是 就是 代表著它 是否因為業績不好呢 那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不看 就是 那個走勢呢 其實我覺得 這個東西 就不是完全沒有可取之處 因為 那時候說 這隻呢 其實就是跟 小鵬汽車 那些都有搞的 當然 它未必是說 特別高科技 但是 你看回它的市盈率 已經去到 三點幾倍 其實我覺得 再跌的空間不多 只不過 你說 如果我還沒進去的話 值不值得去買入呢 我覺得就無謂了 那 可能呢 它去到0.6 都有點阻滯 所以 就變成 現在 值得 就是 站在一邊看看 那如果你有的話 那你 自己看你多不多 其實我覺得 可以照 擺著 那 因為這隻 其實就 又不是真的 完全沒有基本面 也都 市值已經 非常小 那當然 你說 可以小完再小 那 就好看你 你究竟遲了多不多 那 你都遲了幾十萬下去 那 你當然就先走了 就是走了些 那 你只不過可能 就是 一萬元 那 我覺得 就 可以照 擺著看著先 因為它這些 就是 你一瘋起來 這些當然是瘋得最厲害的 就是 現在 市場這麼差才這樣 那另一個呢 就是俄女的 那俄女呢 就 然後 他說 技術上 好不好呢 其實呢 暫時都 就是 無論近看還是遠看 都不好 那 你起碼呢 我覺得 你起碼都 升穿了 這些 二十天線的位置 先 就是 你看到如果它 升到去 升到去 三個六 那時候 你才衝進去 都不遲 那現在就 不要搞了 那另一個呢 就說 匯聚科技 要不需要現在 要走人呢 跌得這麼近 今天跌了7點幾% 那其實呢 我覺得 就 不是太需要的 那一來 這隻本身呢 就覺得是 長渣的 那二來呢 其實呢 它今天呢 就真的剛剛好呢 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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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線就已經 收回上去 那所以我覺得 其實就 不是太差 那如果你說 不是我真的 短線的 那你就看回 要是 即我不知道你哪個位置買 即是如果你 你是再早一點點的話 過六那時候買的 那你就 如果下次再跌穿兩元 那你就先走了 但其實我覺得呢 其實 我覺得它最盡 都是去到 過九過八呢 就已經彈上去 那所以 好看你 究竟是不是短炒了 那我自己 就比較 其實少去 這樣走法 因為 即是 即是 很少會 落得回來 即是 如果是很好的話 那最盡呢 就去到 過半啦 那這些 好看你究竟 是不是真的 那麼好伸手 即是 你這樣 扔完之後 是不是真的 如你所想 去回那個位置 那所以 如果你短炒 那你可能真的 兩元 你會閃人 即是 兩元就走 因為你不知道它 下一步 要去到過半才停 那如果你不是 太過 即是 如果你真的 都同意 這隻 是值得長渣的話 這隻 其實就是 立訊精密 就是在iPhone的供應商買了 所以 它之後 會不會有些更加厲害的事情發生呢 因為 這隻本身 其實它自己都是 不弱的 所以就變了 就算 立訊精密 不插手 其實它都 不差 現在插手 當然更加 好 所以 看看你要怎樣 你要短炒 賺少少 還是你薄一薄 它會 很厲害 今天暫時說的 這麼多 如果 有問題的 歡迎回patreon 或者下面留言 都OK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這個頻道的發展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